现在是10月6号的中午12点半 我现在要离开安塔利亚了 今天上午去港口那边又转了一圈 今天天气好 看到了昨天没看到的 这个湖水对岸的群山还比较好 我现在要走了 你看我今天它周一的时候呢 安塔利亚这个城 我感觉游客就明天少了很多很多 昨天是周日人就很多 前天周六晚上来的时候 这边车根本停不下 因为这个停车场呢 是几个酒店共同拥有的 你看那块是一个酒店啊 这块是一个酒店 这边是一个酒店 然后呢 每个酒店只有这么一小块的地方 你看他们给我停的这个位置 你想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停过来的 这有这么大一块凸起的石头 然后它就这样硬开过来 哎呀 我说它不会把我的车轮子给磨了吧 我这要跑高速的 它这要给我把轮子的侧臂给碾了 跑高速就容易爆胎啊 哎呀我的天 我就怎么到处了 我想想 你看前头已经没有往前走的空间了 后边 那我就还得碾着这个 还得碾着这块大石头出来 还得碾着这块大石头出来 天哪 我现在继续出发 我要去卡石 今天晚上就住在小城卡石了啊 小城卡石也是地中海沿线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城 从这儿到卡石大概是两个小时12分钟 我是沿着这个海岸在开车啊 这个路特别的 万万绕绕万万绕绕 但是景色很漂亮 这块很像美国的一号公路啊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那个大洋路的那一段 但是没有陡峭的山崖 它这个山崖不够高 但是呢 是海岸公路非常漂亮 这块如果要是你能 这个航拍一段啊 一边开车 一边横拍一段 那真是太牛了 但是我是不可能的 哇 那真是太牛了 这条公路可真是漂亮 我觉得它不能跟加拿大的海天公路相比 也不能跟美国的一号公路相比 也不能跟澳大利亚的大洋路相比 但是它依然非常漂亮 这是我知道的第四大漂亮的公路 这海水真是好蓝 你看这边的海水蓝的 哇这个下面应该是有什么白色的矿物质 我感觉这海水蓝的简直是太太粉嫩了 哇塞漂亮 我现在是沿着这个海边一路蜿蜒曲折的走过来 走过来以后发现到山顶上 我看到下面大片的这应该是蔬菜种植园 哇这种了这么多的菜就在这海边上 你看这个都是蔬菜大棚啊 土耳其人民还是很勤劳的 鸡犬相闻 现在是晚上8点23 我今天到了我的住的酒店 这个酒店位于卡石 也叫卡斯吧 我今天刚才从那个公路上下来 哇天特漂亮我才发现 这卡斯从那个公路上往下看 它是在地中海上面的一个一个的那种小的半岛 然后隔成了特别漂亮的海湾 然后呢星星点点的人家的灯火 就在这个这种半岛上面 树木演映从中 哇真是太漂亮了 从我这开车上去大概三分钟就可以看到上面 就可以看到了这样的景色 但是现在天已经黑了 我也懒得开上去了 明天早上我看上去看一看 然后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 叫菲洛斯俱乐部酒店 还挺好的 188人民币很便宜 而且还有停车场 看我的卫浴 这个酒店呢不算豪华 但是呢很干净 这比那个一般私人开的那个旅馆至少要正规要干净 外面有阳台 有一个小阳台 很美的游泳池 明天可以在这块好好玩一会儿 玩半天然后再走都来得及 哇那边好清新的这个空气 我现在是找了一个饭馆在这块吃晚餐 然后呢这块呢你可以看到 下边全都是星星点点的人家的灯光 然后那边呢是其实是他们的渔港啊 然后而且它这个城市里头 你知道吗 到处都是这种花的香气 就走到哪儿就花香 沁人亲脾的那种感觉 就特别特别好 这个餐馆也特别棒了 就是都是在特别好的一个位置 这是我的一道小菜 炸虾 哎呀它这个炸虾有点像铁板虾似的 特别好 我还有一个烤鲜鱼肉啊 我还从前没吃过烤鲜鱼肉啊 这样一块是50啊 50块钱 那刚才吃的虾好像是40块钱 像这种这种地方的吃饭的可能稍微贵一点 然后你比如说你点一份烤鱼啊什么的 大概60块钱 点如果你要是点一份特别好的烤牛排 大概是80块钱 反正100人民币左右差不多就能吃下来了 而且特别适合一对那个情侣啊 坐在这块吃饭 然后呢就坐在这个树下 关键就坐在树下 这个这个太美了 早上好 现在是早晨9点钟 看看我的住的房子 哇前面是地中海呀 好美呀 海水真蓝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地中海边的小镇卡石 我昨天晚上呢是到的这块 你看我住的这个旅馆啊 就是这个 叫Hotel 菲洛斯酒店啊 然后我昨天是从那个上边下来的 主要的公路是在那上面 我现在到海边去看一看 其实昨天晚上我已经去看过了 非常漂亮 这个靠近海边那块呢 就已经完全是商街了 就已经是商街了 但是这个小城还是很漂亮 好 来来看看 来看看 美丽的说我和我为你歌唱 你的光荣你意识 我永远记在心上 盼起来你轻轻地流淌 你一直是火燥 昏远你流向远方 你的船员来自锁落 宛船山送你一路前旺 温温你火燥流向远方 一直流向海洋 我现在又开始出发了 今天晚上如果能赶到棉花堡 那就最好赶不到就算了 因为从这儿到棉花堡大概要五个小时啊 所以走哪儿算哪儿吧 我感觉又要翻山啊 要翻山越岭啊 但问题是我感觉这个天气不是特别好 你知道吗 可能要下雨 而且呢也快要黑了 天也快要黑了 所以看今天是走到什么地方吗 我从一个非常平的板油马路上 现在下来感觉下山了啊 一路向下冲 而且这个路呢也坑坑洼洼的 就是也不能叫坑坑洼洼吧 但是它就铺的不那么好 颗粒比较大比较粗糙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走的是一片石子路 但其实应该不是石子路 但是也不是什么太好的路 这条路车就少很多了 没有太多的车 而且从地图上看呢 都是盘山路 都是趋里拐趋里拐弯的 这种路应该是省道啊 还是什么道啊 我感觉像县道似的 你们感觉 哎呦我的妈呀 怎么越走越窄啊 这个啊 这是两条 这是双向车桃啊 这个 应该开始下雨了 看哪儿呢 天呐我这这开到哪儿来了 这都开到村里来了 这都 这是这谷歌地图我真受不了了 他给我倒的什么路啊 这是啊 不对啊 他们 向左转 你也得给我倒一条主路啊 这这这这这都开哪儿去了 这道 嘿 他明显的给我偏离了这个主路了 这这都开村里来了 哎呦喂 我可真是孵了你了 我天呐 向左转 这什么向左转 那哪 这 天呐这这这 哎呦 受不了了 这简直是 这是这是要开长途吗 你说 哎呀 这行行行 那就看看他这村吧 我还开错了 行驶一百五十米后 向左转 简直是 我终于从那村里绕出来了 这谷歌地图 非常值得批评啊 这个他他他们这地图太老了 居然这么好的一条路 其实就从这个村外的绕过去 他居然就没给我倒到这来 居然就能给我倒到那村里去让我 哈 我这通是绕啊 天呐 果然下雨了 看奶奶 哎呦 这会儿这雨下得大呀 他其实这个山里面 由于这个水汽都凝结在这块 所以一一进山就是大雨 离山远一点的地方呢 这个 小雨或者是根本就没下雨 因为我这个从南向北要穿过重重大山啊 看奶奶奶就赶上了 现在终于走过了那片雨云 然后呢 这边的天云少了很多 行事五百米后继续执行 这沿途的风景还是不错 我一座山跟一座山之间的这些农田呢 什么呢 颇有田园气息我感觉 今天晚上我会在哪睡觉呢 我都不知道 这开来开去没有什么那个城镇呢 这种村子 这种村子应该也没有什么旅馆 漂亮 哇塞 这跟刚才这个 山顶上戚风苦雨 这真是不一样 这块真是 美好的夕阳 绿色的田野 啊真美 我太阳很快要下山哦 一下山就没那么美好了 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欣赏一下吧 现在应该是在高山之上 应该是走在山顶上 这块海马应该挺高的 冲啊 像我现在呢是到了一个小镇啊 叫恰梅利啊 然后呢在这块呢找了一个旅馆 先住下来了 因为呢 这个开着开着抬头已经是晚上七点四十了 它整个这个市中心就只有这一家酒店 酒店挺便宜 一百只要一百这个里拉就可以住了 而且很干净啊 这就是那家酒店里头基本上没住什么客人 这块应该他们市中心 因为他们政府就在政府办公大楼就在旁边 然后这个小镇基本上没有游客啊 因为太小了 又是很偏僻的山区 你看这个地 都是坑挖不平的 后来我问老板 我说我这车就停在这路边行吗 他说行没事没事没事 你怎么停都行 就是都不用停那么规整 没车根本就 这块是可能海拔挺高的呢 再加上下了雨 所以现在晚上就温度比较低 你看我这个哈气啊 白天的时候热的不行 到晚上的时候这边就这么冷了 现在是上午十点半 我现在要准备出发了啊 这是我昨天住的这个旅馆 还有这条小街 现在早上行的车多了一些了啊 昨天晚上这块真的是没什么人 整个这个小镇呢 你看 非常的清幽啊 充满了乡土气息 我每天早上起来发动车了以后呢 都要等一等再能走 我这车刚发动的时候怠速特别高 轰轰轰的特别响 好多人听完我这个车的这个声音以后 都皱皱眉头 但是呢它过一段时就平稳多了 就好了 那你刚开始听它的这个启动的声音的时候 你会觉得非常绝望 你觉得这车快要不行了 我说到我们的字幕里面 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